这个龙蚕草呢就是一条黄色的琉璃的这个砖 是一条龙身上呢缠了绿色的草 所以黄绿相间 这个颜色呢非常的明快 但这个文士呢 也只有在我们北京仙龙潭才能看到 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的正上方呢 有一尊藻井 它是龙福寺皮卢殿的藻井 这尊藻井呢特别的精美 因为上面在这个井心的位置上呢 雕刻了一条非常精致的龙 那藻井呢是古代人装修房顶的一种手法 它只有在这个佛像宝座的正上方 和皇帝宝座的正上方 才能够使用这个藻井 所以呢这个藻井的功能除了有装饰古剑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尊贵和等级的体现 它中间这条龙呢非常的生动 而且栩栩如生 它是盘在整个井心的正中间 有这种握着往下俯冲的姿势 整条龙呢非常的粗壮 所以它是一条具有典型的明代特征的龙 那在中国古代建筑中呢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龙的形象 那为什么在这个古建筑中呢 有这么多龙的形象 其实也是跟这个皇家的图腾有很大关系 那说明这是皇家专用的一些殿宇啊 或者是建筑啊等等 那它这个龙呢也是中国人非常喜欢的一种文士 那比如说在我们古建筑里面 有很多部位都能够看到这个龙的形象 比如说游士彩画最高等级的一种呢 叫做金龙和席彩画 它是两条龙 中间呢大家俗称的这个二龙细珠的这种形态 在我们所有的这个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遗存的建筑中呢 所有大殿的屋脊上都能看到很多小兽 它除了前面这个仙人其凤的这个构建之外 从第一个龙开始算 第一个就是龙 然后往后一共是十个 那大家如果记不住 我可以教大家一个顺口溜 叫做一龙二凤三狮子 海马天马六鸭鱼 酸泥蟹制和斗牛 最后杭石像之猴 那在古建馆呢 我们有最独特的一处龙文 光庚台呢是北京仙龙坛明清两代皇帝 用来祭祀仙龙神之后 要举行清庚集田典礼 皇帝要下到一亩三分地上去清庚 清庚完了呢 他要坐到这个观庚台上 观看他的三公九卿来耕种 那我身后的呢 这就是观庚台 它是一处非常特别的龙 在这个黄绿乡间的琉璃座上呢 有一个文士叫做龙蝉草 龙蝉草呢 是因为龙是皇家专有的图腾 那这个身上蝉的草 是只有在这个祭祀农神的场所 才能够使用这个蝉草的文士 那在北京皇家祭祀农神的场所 只有北京仙龙坛一处 所以这个龙蝉草的文士 只有在北京仙龙坛才能够看到 所以我们都说这个龙蝉草 是北京仙龙坛的专属logo 我们也细称这个龙蝉草呢 为川草群的龙 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 可以来到我们北京仙龙坛 来到这个光耕台前面 找一找这个龙蝉草的文士 也看一看我们整个 这个北京地区 唯一的这个龙蝉草的文士 非常的精美漂亮 谢谢大家